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手机版 那因为目前今天是5月1号了 2019年5月1号了 那目前我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 还没有iPhone的版本 目前只有安卓的版本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画面是安卓的手机 好,那我先到安卓的这个Play商店 到Play商店去搜寻这个LINE LINE 然后你会找到这个LINE 就是私人LINE 我们平常在用的 然后你再往下继续找 你看这个是之前那个LINE AT旧版本 然后你会找到一个中间这个有一个盾牌写个L LINE Official Account 就是LINE的官方账号的翻译 LINE官方账号 那我现在是已安装 那你还没安装的话 你就把它安装一下 就是这个APP 这个APP 这个在iOS就是iPhone的手机上还找不到 目前只支援安卓的手机 好,那你把它点开 然后我刚刚已经安装完毕了 所以我按开启 好 这个版本 其实它 我操作起来的感觉 就跟电脑版的 类似啦 只是说它感觉就很像手机版的网页 就是让我让我是这个感觉 跟之前LINE AT操作起来不太像 之前LINE AT操作起来比较像真的像APP的那种反应速度 那这个安卓的这个版本 我操作起来这个LINE官方账号操作起来很像网页版本 那不过呢 至少它可以在手机上面操作 那不需要 不需要登录到手机版的网页 而是用这个APP去操作 我觉得用到这个手机最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跟客户的聊天 一对一聊天 就这边 这边一对一聊天 那因为我目前是设定机器人自动回音的模式 所以它这边有跟你说处于聊天机器人模式的时候 无法使用聊天功能 那我可以直接在手机这边设定回音模式 我就把它点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聊天模式 就是这个 把它改成聊天模式 然后按变更 好 这个是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 那这样别人就可以跟你一对一聊天了 然后再按回去 上一步回去 你看 这样就可以看到别人跟我一对一聊天的对话内容 然后呢 你看这个跟电脑板一样 按这边标签 把它点一下 一样可以去设定标签 一样可以去新增标签 这边去新增标签 然后按储存就可以了 跟电脑板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这边就不再特别说明了 所以这边主要是跟客户聊天 像这个梁大鹏 你把它点进去 好 你看 这边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聊天讯息 比如说TEST 因为因为他我认识嘛 所以随便输入没关系 TEST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看这个加号把它点开 目前只能传送照片影片跟档案 之前呢可以直接传送语音 可以直接传送语音哦 那目前这一个LINE官方账号只能传送照片影片跟档案 不能够传送语音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那个功能居然不见了 之前可以跟那个私人的LINE账号一样可以点击 然后就可以用讲话的方式传送语音过去 现在不行了 可恶 然后这个头像呢 点下去他的一样啦 贴图 贴图没有办法自行去下载新增了 一样是他预设的这些而已哦 好 所以我比较遗憾的是这边就只有照片影片档案三个东西而已哦 然后底下这边哦 这个Home看一下 你直接按这个点击 你可以去马上去看到你目前这个账号的设定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点进去直接在这边设定 你要生理认证账号一样哦 跟电脑版都一样哦 所以我说他其实看起来就很像 手机版的网页啦 看起来就很像 在手机版操作网页其实蛮像的 好 然后这边传送群发讯息哦 传送群发讯息 点下去的时候 一样跟电脑版一样新增 一样可以传送文字、贴图、照片、优惠券、图文、讯息 进阶影片 跟影片跟语音讯息哦 这边都是类似的 好 然后 看上传影片上传语音讯息点击一下 你还是必须要事先去录一段语音 然后才这边 可以在这边选取哦 回上一步 好 所以这个就不讲了 跟电脑版的都一样 蛇气 是 好 这边一样哦 自动讯息 有没有 这个都跟电脑版的一样 几点卡加入好友 使用状况追星资讯设定 这边都跟电脑版的一样 有没有这个设定里面账号的权限聊天 权限这边新增管理员有没有 都一样 再回上一步 回上一步 回上一步 所以呢 手机板哦 我个人觉得主要你会用到手机板 最主要是用到这个 和客户聊天的时候 因为你 你今天可能 没有办法一整天都在守在电脑前面 所以你带手机出门的时候 如果有客人跟你一对一聊天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手机板来回应他 这是比较方便的地方 然后其他设定 其实这个在电脑版上面都可以做到 好 这边一样可以看到他的分析 好 刚刚这个聊天 然后这边 这个是贴文串 贴文串一样可以在手机里面去 新增贴文串 就是之前的那个动态讯息 然后就右边 右上角这个按建立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边 内容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东西 你要的项目 比如说照片 就可以上传照片 贴文串这个跟电脑操作的画面都一样 这边就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我这边传送群发讯息的时候 他一样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先新增一个文字就好了 随便打几个字 然后按下一步 然后这边一样有E属性筛选 我把它点击E属性筛选 然后这边设定筛选条件把它点开 好 这边一样跟电脑版也是一样的 一样这边可以选择 所以如果你电脑版都已经看完了影片讲解的话 你来操作手机版 你是完全能够轻易的上手的 好 所以呢 主要就是告诉各位 在iOS版本目前还没有释出 搞不好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iOS版本已经释出了 所以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话 现在就可以直接去下载来使用 我看了 我看了